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飞云金教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好,今天我们来开始讲交易哲学 哲学系列是我云聪的一个个人爱好 当然也是我个人最喜欢讲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持续讲呢 因为这个东西可复杂了 这个东西可不是你想讲就要讲的 一定得我自己搞清楚弄明白 然后结合交易有了灵感才能够讲给你 所以说哲学系列是我 只要我搞懂了,我弄明白了 我就会给大家慢慢的放松 可能是好几个月才会有这么一期 我们从以前我们讲过的最开始的时候 根据索罗斯他的老师卡尔波普 他的正维主义哲学 然后呢,我们后来讲到奥卡姆剃刀 再讲到我们的白板说,我们的怀疑,修末的怀疑论 是吧,所以我们这样子是真正的正统的去讲哲学 而不是讲心理鸡汤,而不是鸡汤式哲学 我们是,所以我叫印和式哲学 好,然后呢我一直认为这个只有你把哲学的一些问题搞懂了 你就能够从更大的一个高度,醍醐灌顶式来看 好,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 其实我以后专门看一集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在这先跟大家打一打气 我开始讲第一期哲学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海外的朋友就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云聪老师你在讲哲学,我挺开心的 我以前也以为哲学没有用,我太开心了 后来呢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学长,就是学哲学的 诶,他有一天我遇到他,他突然变成前往复翁了 诶,然后这个学长就告诉我 诶,我以前也以为学哲学没什么用 诶,当然后来我偶然找了工作之后 偶然接受了金融交易 我快速就变成富翁了,为什么 我靠,我觉得哲学太有用了 然后这个朋友就问,那哲学到底怎么知道你金融交易呢 诶,那个学长就不说话了,笑而不语啊 所以呢,我说给大家打开气 不是没用,哲学真的是有大的用处啊 只是咱们就试图我们用哲学来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好,我们今天呢,来介绍一个哲学界的大神 这个大神啊,可以说简直就是整个西方古典哲学史的一座山峰 你要说他是哲学界的诸穆拉玛风 绝对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夸张的成岁啊 在哲学界他就是太德 就是起因信仰的人物 他就是康德啊 所以我们的题目叫 看救交易醍醐灌顶的最佳武器 康德的哲学啊 好,康德啊,提到康德 好,我们这边给康德的一幅画啊 康德这个先生就长成这样子啊 我们叫教授吧,康德教授啊 好,我们现在说一下康德教授 说起他啊,那可是要说的东西太多了 学哲学系读到博士的人去读一生 可能读一辈子,读个五六十年 可能都研究不完啊 我们这云聪这一节课说不了那么多 所以呢,我们先讲这个有趣的故事 能够把我们的情绪调动起来 我们先说这个有趣的故事 第一个,康德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 就是非常遵守己律 他的那个时间表是非常严格执行的 早上几点起床 几点看书 几点学习 几点写作 几点吃中午饭 几点下午散步 几点睡觉 非常严格 他严格到什么地方啊 就是他每天下午四点一定要散步 所以每天下午住在他小镇上的人 只要看到康德出来散步 那么一定是四点 就是康德的散步就可以当成对表时间了 只有一次康德没有散步 人们大惊失色 以为他得重病了 跑道去敲他家门 发现不是 他当时看一本书 看得忘得 完完全全忘了时间了 不然正常时间 他永远都是这个点去散步 好,这是第一个康德的散步 康德的做起时间 另外呢 康德有很多的怪癖啊 比如说他一到十点就必须要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 简直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我们现在那种 就是标准呢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啊 什么呢 他睡觉一定要比如说每一个姿势都是标准的 先躺下 再侧躺 再翻被子 被子搭一个脚 然后强迫自己闭眼 然后怎么做 每一个细节都是流程化的啊 这么一个人 好,所以他这个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当然这样子太有规矩的话 肯定不找女孩喜欢是吧 所以呢 这些大哲学家啊 都基本上没老婆啊 都是一个人一辈子 所以说 我们说啊 我们看哪些人一般的没有配偶啊 定是宗教 宗教人士 你有了强大的宗教信仰啊 你可能没有配偶啊 另外就是学哲学的 学哲学的很多大事 一辈子就是与哲学打交道没有配偶 所以说 只有两个东西可以战胜你的欲望 一宗教 二哲学 那你说我们金融交易 无处不在的欲望 我们怎么战胜啊 要不靠宗教战胜 要不是靠哲学战胜 所以这是我这么喜欢讲哲学的原因 好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 这个康德教授啊 他这一生都是极度自律的情况下度过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说他这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 是137公里的地方 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他这个城市 但是他的知识相当的丰富 有的书里面说 他只是通过读书得到 其实不是这样子啊 康德他后来基本上成名了 或者是没有成名之前 他有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特别喜欢中午的时候 请人吃饭 那么吃饭的时候就有大量的奇违意识 而且他请人吃饭 从来不请哲学家 都是请全部是乱七八糟的 就是有生理学家 有医生 有航海家 有病人 有话剧家 就是所有的更贵的人 套他吃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间 他就能够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且他吃饭的时间特别的差 细脚慢咽 慢慢听 慢慢吃 慢慢说 所以康德这个人 他是极大成者 他不是看起来生活这么呆胆 但是他好像有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 同时他自己以前在教哲学之前 教了很多很多各样的课程 所以天文地理人文历史 他什么都知道 包括一些物理方面的东西 所以康德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全才 只不过在物理上的态度 天才这些人 但是他是一个全才 好我们话说回来 现在我们看看康德 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主要写了三本书 纯粹理性批判 判断力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 号称三大批判 这三大批判啊 据说是中国也好 全世界学哲学的学生的三大噩梦 因为康德的书特别难读 他的书 他把书写出来之后 他的大部分作者读不懂 然后有一个作者 有一次跟他实在忍不了 跟他发了一封信说 康德啊 这个我有十个手指 我已经没写一句话 那么长一句话 那么还没有断句啊 我就数一数一句话 再数一句话 再数一句话 我十个手指都数完了 你这一段话还没写完呢 我都 有些时候他的整整一页纸 德文原文啊 都只有一句话 我们现在中文翻译也不可能这么翻译 不然你永远读不懂 因为咱们中文呢 只要超过一定的字数 好像57个字还是多少次 你就看不懂了 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拆开了 但是你看到德文原文 全是一页纸 有可能就一句话 特别的晦涩 所以呢 如果你失眠的朋友 你可以去找一本康德的纯粹的信息版 去看一看 保准你睡不着 其实不关康德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上 只要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黑格尔啊 还有什么后来的 后来的海德格尔啊 再有后来的虽然是奥地利的 但是也属于这个奥德体系嘛 维特根斯坦啊 他们的哲学 就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同 每一个中文字 你都认识 但是绝对保证读不懂 绝对保证读不懂 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 一个弊 一个弊端啊 或者是对我们学哲学 爱好哲学的人的一个 一个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也读不懂 我试图去读 实在是读不懂 但是呢 大概的去读其他的人 对他解读 慢慢的你才知道 不然的是这么回事啊 好 我们前面吧 康德哲学的有趣的地方 咱们把它引出来了 三大批判 其实啊 这个方批判 它是分析啊 实际上应该叫做 纯粹理性分析 判断理分析 还有实践理性分析 实践理性分析 三大分析啊 我们说它是开山鼻祖 因为它影响了后面的 费里希特啊 谢于黑格尔 他们统称 德国古典哲学 黑格尔之后是谁 马克思 马克思就是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马克思影响了谁啊 影响了列宁 列宁影响了谁啊 列宁 创造了苏联 而马克思哲学影响了谁啊 影响了中国 所以毫不夸张的说 一个在德国小镇啊 当然当时的时候是属于苏联啊 现在是属于德国 德国一个小镇上 从来都没有出过世界的 这么一个哲学的一个人物 太多一个人物 完完全全影响了整个世界 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说哲学没用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哲学不但有用 有用强大到让你可怕的 我们可以说一个其他行业的人 再优秀的科学家啊 都无法都 以科学会改变世界啊 都没有像一个哲学家 这么深刻的改变过世界 后面他本人 他的著作 以及他的继承者 这么明显的改变世界 好 我们那么话不多说 他改变了历史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讲述 让他的哲学可以彻底的改变你的交易 到底行不行呢 我们试试看啊 好我们回来 试图 让给大家讲懂 康德哲学以及我们交易的关系 我们看这个康德哲学 纯粹是用希尔上学啊 到底什么是希尔上学 这边插一句 大家经常听到哲学里面讲希尔上学 希尔上学啊 它是从这个metaphysics翻译过来的 metaphysics这个古希腊语 它其实讲的是后物理学 meta它是在物理学之后 但是这边后其实是高以物理学 就是物理学又不能解释了 所以呢它就用了一个高以物理学 后物理学的这种方式来解释它 然后呢咱们中国翻译的时候 也不好翻译 然后呢可能是有个翻译家 非常文雅的翻译了 用老子的一句话 叫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弃 所以呢就把所有的这种 去给你讲道理 试图发现事物本身规律 背后的东西 这个叫做什么行而上学 所以行而上学就这么来的 好 在康德哲学开创以前 欧洲呢主要是两种哲学 一种哲学就是英国的经验论 他们这一派啊认为 我们所有的知识结构 都必须要通过经验得到 你不能去推 你推不出来 你只有经验到了 这才是知识 但是呢还有欧洲大陆 他们有一派叫唯理论 就是说什么东西 它都是用逻辑来推出来的 就是你这个经验没有用 有的东西你是见不到的 你只能通过推理一步步推出来 这两派呢谁也说服不了谁 然后半度杀了一个陈耀金 杀了一个修默出来 修默我们讲过怀疑论 他用怀疑论怀疑了一切 他认为这个经验论是不可靠的 经验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这个唯理论也是值得怀疑的 你这些以前推导的很多的东西 它也是没有根基的 它是完全可以被推翻的 这个我们也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也有可能存在事实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的科学 只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科学 那将来不一定 将来被推翻的不是科学 是不是 那么他把唯理论推翻了 英国基因也推翻了 然后他就觉得怀疑 怀疑一切一众精神 这个时候这几派哲学 你也说服不了我 我也说服不了你 然后搞一个怀疑论 怀疑全部给你打破 这个整个给打成一锅粥 这个时候呢 康德就出现了 康德他就创造性的 进行了一场哲学建议 哥白离世的革命 什么叫哥白离世的革命呢 就是以前啊 大家都是认为地球是一个世界的中心 所有的天体包括太阳 都是围着地球转 是不是 这就是哥白离以前 哥白离第一次发现 原来不是 我们地球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原来太阳才是地球世界的中心 我们是围着太阳转 这个时候哥白离就宣传一场革命 然后康德 他其实也是宣传一场 哥白离世的革命 好 我们现在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这个看起来简单啊 实际上我们点破了 很简单 以前真的很不简单啊 包括交易我们以后有看也是 他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们人啊 这是我们人啊 我们人 我们人呢 在康德之前 人都是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人认为 人的认知范围都是很小的 那么什么很大呢 是 这个世界很大 是吧 这个世界很大 就我们人很渺小 而这个世界很大 所以我们人要尽可能的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整体的规律 所以我们用经验论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用微理论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主要是认为 人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 怎么能够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 能不能找到一个有一个实验上虚假的东西 这个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假的 我们主要围绕人 我们很渺小的人 去认识这个世界 是这么一回事 康德就反过来了 康德突然发现 这个是不对的 实际上我们人啊 是非常的强大的 我们人的认知才是很大的 而反过来 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是非常的小的 我们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小的 相对于我们人的认知 这个世界是非常小的 比如说以前是以世界为中心 我们认为好多好多东西啊 但是现在我们全部要反过来 要以人为中心 好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啊 实际完全不是这样子 而且到底是如何以人为中心的 来认识世界 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严密的康德体系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康德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 好 康德认为啊 存在这么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叫物自体世界 他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叫自在之物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它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 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力啊 我们人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你是个人 你就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 这个世界存在了之后 我们通过一些什么呢 通过一些先天认识形式 它主要归在了四组范 四组的这个范畴 然后这十二个一些小范畴 另外有一些质啊 量啊 关系啊 模态啊 反正这种东西 把它 把这个物自体 我们不可认知的这个世界 把它加工 加工完了之后 就形成了我们的表象世界 我们的表象世界 就是我们的现象界 现象界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 我们能够摸到的 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这个世界 这个现象界 我们不能叫它真实的世界 因为它是不是真实 我们还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这个 我们能够体会到 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就是现象界啊 那么也就是说 物自体的世界 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接触的世界 然后通过它来过滤 我们知道过滤 或者是加工 当然标准的加工啊 为了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进行过滤 来知道这个表现的世界 什么现象世界 那么以前炒的不可开交的 这个经验论啊 不是说你经验数没用吗 你修了个推倒了吗 到底有用没用 哎 经验是有用的 经验在什么时候有用 就是在现象界有用 但是它在物字体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 物字体是个不可知的实体 啊 只有现象界是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加工过滤之后的时间 哎 经验就起了作用 同时呢 像为理论一些道理 而这些道理就是我们过滤加工的一些工具啊 而这些道理有的是一些先天认识形式 我们叫先验经验 而有的是先验经验 它是来自于物 来自于这个 这个物字体的世界啊 好 这样说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有点犯迷糊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我们说什么 好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马上就明白了 就比如说 你装一个电脑 你是不是要有系统啊 我把系统装进去 那么我要装这个系统之前 我得有一些命令格式 我得有一些最基本的硬件 有一些最基本的这个软件跑的 这些这些这些小的一些格式 那么这些格式就相当于是这个加工范畴 然后啊 我们整个这个我们一些人的这种智慧啊 我们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通过这个格式 再来用一套软件 然后这一套软件用的全是计算机能够懂的语言 叫计算机语言 计算机语言 在模拟出来的一个现象界 一个表象界的一个人 好 那么假设你现在就是游戏里面 电脑游戏里面这个小人 假设啊 你是个小人 那么你这个小人 你能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是不是就是一个表象世界 只是现象界啊 那你看到的都是通过先天认识形式 加工过滤过的 你是永远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游戏之外的那个世界有多么的庞大 有多么的可怕 或者是多么的深邃 你是永远不知道的 你只是那个游戏界的人 那么你这个游戏界的人 那么你就一定要符合一些什么 比如英国语啊 因为所以啊 或者你要符合一些偶然的东西啊 那不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谁在那支配你 但是你知道有就是你不知道有人支配你 但是你知道好像存在一些什么因果关系啊 因为什么所以什么 但是这些因果关系 它就是存在于我的表象世界啊 它就是通过我先天认识形式 也就是这些软件 通过计算机语言给你模拟出来 大家这样说 你是不是记得明白好多了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个 当然啊 我们说康德 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啊 人家的这个哲学是严格推表出来的 有一步步推出来的 不我们只是用简化了 就说你能够听懂的语言 它这都是理性分析 我们用一个再简单的感性分析 给大家分析一下 比如说大家知道彩虹没有七种颜色 天空实际不是蓝的 大家知道这些这些最经典这些东西吗 海水本身也不是蓝的 它们只是因为一些光线的反射啊 各种方面的原因 嘿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看这个世界看到是有彩虹 有蓝 蓝色的大海有什么 如果是一个昆虫 有的昆虫啊 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世界是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的先天认识形式 人类的先天认识形式 给我们过滤加工看到的世界 那么一只蚂蚁 一个昆虫 或者一个海底的鱼 还有一些其他人看到的世界 比如鱼看到的世界 都是一个折射的世界 它看的不是我们的直视的世界 那么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先天认识形式 加工给的世界 那么请问哪一个世界更真实啊 我们说都不真实 为什么我们以前的这个自在之物啊 这个自在之物物自己的世界是永远不可知的世界 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世界 你只要是个人 你就受时间空间限制 受了时间空间限制 受了这什么量质关系模态限制 你就没有办法去认清物自体的世界 于是康德就把这个东西全部进去了 什么鬼神啊 上帝啊 这些东西全部是属于物自体的世界 不可知的 你也不要想去知道 而我们能够知道的 就是通过这些加工范畴先天形式 过滤掉加工后的表象世界 这个是我们可知的 什么经验论啊 鬼里啊 在这个世界里面 规律是符合的 你怀疑 你不用怀疑 本来只有两个世界 这个地方它就是真实的 它真不真实已经不存在了 为什么本来就存在一个你不可知的世界 可能不可知的世界 它是不真实的 但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 它就是真实 这样说 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啊 虽然说 这个 有一点点抽象 但是 我觉得我这样讲 应该应该给大家讲读 不然的话 大家去看其他的中学书 我保证无论谁讲 都讲不到这么清晰的一点 因为我已经看了十几个人讲康德 说实话 我看康德看了两三个月 没有时间晚上睡觉 都会看些康德 根本没有人跟我讲懂 终于 最后 我在有 突然有一个人 也是看着他的东西 就看懂了 所以要讲懂一个东西 真是不容易 好 如果收看我节目的朋友 只是喜欢哲学 不适合交易没有关系 看到这 就 基本上就没有了 我们基本上就跟大家讲懂了 康德的哲学 康德的由来 康德的一些小有趣的事情 以及 康德哲学的精髓 当然它有很多很多东西 就只是一个分支 我只是讲了和交易有关的 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康德的哲学 如何应用于我们交易上 如何能够给我们 醍醐灌脾 看透 交易 好 我们现在回来 我们同样 康德的哲学 可以给我们认知领域 在金融交易里面 宣企一场 苟白迷失的革命 为什么呢 以前哈 我都是交易者 我啊 还有你们啊 大家在座的 你们在听我节目的朋友 大家都喜欢交易嘛 我们是交易者 那么我们的交易的行情的事件 是很大的 是不是 我们有一分钟K线 五分钟K线 十五分钟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 有股票期货 外汇期权 那么作为我们交易者 我们是拼了命的 想去找一些方法 把这个交易的行情 是要搞懂 是吧 把所有的周期都搞懂 把钱赚到 这是我们的目的是吧 所以我们就觉得 交易者我们其实很小的 这个行情很大 我们一定要搞懂 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学了一个方法 学了B方法 C方法 找了一个老师 又一个老师 总是搞不懂 我们就拼命努力的 想把它搞懂 是吧 到最后大多数人都亏损 一直没有搞懂 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老师 但另一方面 他可能主要露走偏了 好 这是一方面 然后你学了 然后你学了 然后你学了康德之后 你会发现 不对 这东西要倒过来 我们交易者 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认知 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认知强大到比市场更大 而反过来 我们市场的行情 其实是很小的 而这个小的行情的外面 整个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物质体世界 这个物质体世界 就是我们不可制的世界 就是你永远 无论你怎么学习 怎么努力 怎么弄 它都是不可能 搞懂的世界 我们能够搞懂的行情 其实非常小 而我们能够更多的 搞懂的这一块 在这 好 那么如何 更具体的用于实践呢 我们马上讲 好 我们现在看看 那么在金融交易里面 康德的哲学是如何 我们来看待市场的 好 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的世界 我们交易世界 就是无数的品种 股票 期货 外汇 期权 各种各样的东西 中国的 美国的 日本的 韩国的 欧洲的 各种各样的市场 同时 有各种各样的周期 一分钟 五分钟 毫秒 高频 中频 月线 周线 这个市场特别的大 这个市场就是什么 就是物质体的世界 你是不可能搞懂的 太庞大 太复杂 你要搞懂它 我们 只能够通过一些绿网 通过你的方法 而这些 第一个 比如我们 飞云所教的绿网双突破 所以我们叫它绿网双突破 就是有这么深的哲学含义 我们就是一层绿网 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把我们这些品种行情周期过滤掉之后 变成你的表真世界 你的表象世界是什么 就是符合你交易的行情 符合你交易的行情 我们是通过飞云双突破绿网去过滤的 过滤完之后它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赚钱 一种是亏钱 赚钱我们就继续持有亏钱 我们就把它止损掉 而为什么它会亏钱 就是因为它又回到了物资体 就是说本来就是你所不知道的 你本来就是你搞不懂的世界 你搞不懂就无所谓 你就做你搞懂的赚钱就可以 好 我们如果不用我们飞云双突破 你用指标也可以啊 你指标就做一个过滤 用它来做一个滤网 用它来做一个加工 把这个交易事件加工成符合你交易的行情 来赚钱亏钱 盘口也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其他交易方法 还有基本面交易方法 都是一层一层的滤网 你用它来过滤掉这个物资体的事件 变成你符合交易行情 就是你的现象界 通过现象界 再来概率性的赚钱亏钱 所以啊 我们以前很多的想法说 我们有一个方法 比如一个方法 盘口方法 我们用它就能够搞懂整个交易事件 怎么可能的 这个交易事件所有的行情 本来就是物资体的事件 你就搞不懂的 好 我们用了微科夫 用了飞云的双突破 我们也只能够从这个庞大的市场里面 去搞懂它符合交易的行情 而对于那些不符合交易的行情 我们就坚定的不做 因为那根本就搞不懂 那就是物资体的事件 就是自在之物的事件 搞不懂的事件 你不要去试图搞懂 因为你永远就不可能搞懂 你就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上来说 这个方法 怎么没有效 本来就没有效啊 本来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效 它只是在符合你交易行情的时候 才会有效啊 而且有效的时候 还可能赚钱 还可能亏钱 所以懂得了康德哲学 我们就坚定的只做符合你交易类的行情 不要去眼红其他行情 我们举个例子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你是用突破交易法 你是用突破交易法 那么现在它震荡这里面是什么呀 你会告诉自己 这是物资体的世界 这是不可知的世界 压根就不是我的交易的内容 这是不可知的 这是不可知的物字体的世界 既然是不可知的物字体的世界 我就不管它 而一旦它突破了 我是做趋势突破 那么突破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呀 变成我的表真世界 这就是我能够看懂的行情 于是我就去做它 与此相反 这个是叫趋势过滤 趋势去过滤它 那么如果你说反趋势过滤 这样海归交易法 还有一个叫海归汤交易法 那比如说用海归汤交易法 你就是反它的 你就是在这地方高低点 你就是认为我整个的行情就是震荡的 我全部当震荡人来做 每一个都是高抛低息高抛低息 那你用海归汤交易法 那么你就在这个点位 就是你的什么 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不可知的 它就变成你的表真世界了 对于非趋势交易者说 就是表真世界 但是一旦突破了 对于非趋势交易者 对于海归汤交易者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物字体的世界 就是不可知的世界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就只做我看懂的行情 只有这样 你就一定得不赚钱 如果你想超越 试图当上帝 试图当上帝 要去了解物字体的世界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不断的亏损亏下去 因为这个世界 根本根据你的这些认知 你的过滤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方法 我们可以 比如说飞跃生不过 一个滤网 你一把指教家庭学可以啊 谈到家庭学可以啊 这个多重过滤 你通过多重过滤去加工 然后来得到这个表征时间 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算如此 你也最多就能够看懂它这一部分的行情 你要试图去看懂所有的行情 我只是告诉你 你绝对不一直亏下去 亏到最后你就不知道金融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 讲到这儿 我个人认为 我基本上把我想讲的东西 讲透了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从这一集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好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这一期节目 也希望给我点个赞 做一个支持 也希望给我积极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将来呢 我这个哲学系列一定会继续下去啊 就是严格的用西方哲学来讲述这种交易 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啊 能够给大家醍醐灌 而且这个系列是我的私藏哦 是我的最爱哦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啊 然后呢 我希望能够做 应该说第一人吧 因为的确没有看到其他人 用最正统的 最硬核式的西方哲学 给大家讲教育 好的 下一期我们会讲 海德格尔 或者是 还有一个 斯多古哲学 真的不清楚啊 到时候我们再讲 好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继续留言 点赞 关注 以及支持我们会员尽叫 当然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会员尽叫的 收费会员节目 也可以到我们会员尽叫网站 去支持我们啊 我们那边有会员的一个大的框架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进行课 当然也有小课程 如果你愿意到小课程去支持我们 也可以啊 好的 非常感谢